大家好,我是李氏 想必啊,各位都跟李氏一样 是一位普通上班族 一位热爱单车的业余选手 那么在准备一个比赛的过程中 有规律的训练 搭配 肩膀好的身体素质 就有机会产生出 绝佳的运动表现 那么身为一个上班族 常常在外面当老外 餐餐外食 而且李氏不会自己料理 也不会自己备餐 什么事情都交给小朋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达到 减重 减脂 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所以今天这集李氏要跟各位分享 餐餐老师在外 该如何利用外食 来做 简单的 减重 减脂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 可以的话 先帮李氏按赞订阅分享 那么我们非要不多说 马上进入正题 GO 而且像现在这个时代 社交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常常会遇到家人朋友 要跟你约聚餐啊 约吃饭啊 公司同事要约庆功啊 庆生啊 等等之类 都有可能打乱你 减脂 减重的目标 以及计划 所以今天这集 各位一定要认真看 李氏会把自己个人的经验 跟小技巧 无私的分享给各位 今天的内容呢 主要分为三个大主轴 就是利用便利商店 素食餐厅 以及 传统的自助餐便当店 那我们马上进入 第一个 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可以说是台湾 非常奇特的景点 基本上 你不要住在太奇怪 太鸟蛋的地方 市区每个路口 几乎都有 就算是郊区 大约每隔两三条街 也都有便利商店 台湾人真的很爱开便利商店 密集度极高啊 所以呢 各位如果餐餐外食 善用便利商店 是非常重要的哦 进入便利商店 基本上我会买以下几种食物 柴蛋 香蕉 美式咖啡 地瓜 沙拉 鸡胸肉 无糖豆浆 某些便利商店会推出 还不错吃的 健身便当 低纸便当 也会纳入我的参考 那三餐我会怎么搭配呢 早餐基本上 我会吃简单的原型食物 比如拿 柴蛋 香蕉 搭配美式咖啡 中餐 我会加一点碳水 可能是吃 地瓜 沙拉 鸡胸肉 无糖豆浆 这样做组合 又或者 直接拿一个 低纸便当 健身便当 搭配 一杯 无糖豆浆 就搞定啦 晚上部分 碳水量 我基本上会减少 单纯的吃 沙拉 鸡胸肉 水果 一样 豆浆 或者是大量喝水 如果我是在减紫期 晚上 我是不太吃 高碳水的 所以我会把便利商店的 健身便当 或者是低纸便当 放在中餐 来做食用 再来第二个 素食餐厅 像如果餐看都是便利商店 我想各位 也会觉得很鲜吧 所以呢 中餐或者是晚餐 我也会善用素食餐厅 来做搭配 台湾的麦当劳 一样不输便利商店方便 进入麦当劳 我只吃一种套餐 就是 麦当劳的 浴室烤鸡沙拉 副餐薯条 换沙拉 饮料 美式咖啡 或是 无糖绿茶 摩斯蛋堡 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他们的青石沙拉 做得非常不错 样式也非常多样 例如他们的地瓜红麴鸡肉沙拉 蔬菜 烤鸡堡 鸡蛋沙拉 烏汤茶 烏汤咖啡 随性的搭配 也是不错的一餐 都掌握几个原则 低碳 低 原型食物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沙拉 真的超好吃 第三点 传统自助餐 传统自助餐呢 变化更多 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如果想要吃一点碳水 吃一点白饭呢 我会建议换成糙米饭或紫米饭 这个纖维素会比较高 主食的话呢 选择肉类 我会选择白肉 也就是鱼肉 以及鸡肉 再来因为自助餐的菜色 非常多样 所以我会掌握七三饼 也就是说肉类三层 七层的蔬菜 尽量拿生色蔬菜 蛋白质含量会比较高一点 再拿一颗蛋 还是 还是 简单的荷包蛋 有时候也可以把碳水 改成南瓜 或者是芋头 替代碳水化合物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从便利商店 素食餐厅 还是传统自助餐店 以上 都要把握几个原则 都是拿 原型食物 而且 不过分加工 不油炸 没有过度调味 以及 无糖 基本上这些组合 早中晚穿插变化 对你的减脂 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 以及明显的效果 不过重点还是要搭配 良好的运动习惯 这样子 双管齐下 一个月后 保证你会看见 非常 惊人的效果 什么 只需要一个月 就非常惊人 跟各位报告 的确 因为 没有几个人办得到 不过这里理事补充一下 我个人的饮食减脂小技巧 一个礼拜内 难免要跟家人 朋友聚餐 无可避免的节庆 饭局 这非常正常 社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总不能因为减脂 而没了社交生活吧 但是比例很重要 可能最多一周给自己 两次的重要聚餐 就算到了餐厅聚餐 也要注意 你吃的内容 原因食物 低碳 白肉 多吃蔬菜 七成饱为原则 如果今天已经聚餐过了 那么其他两餐的量 就要自己知道 要稍微的减少一点点 不过各位啊 减脂千万不是 少吃饿肚子来达成的 这样子的效果 会非常的短暂 该补充的热量 还是要够 尽量接近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这边科普一下 基础代谢率大约的算法 就是你的体重 乘以24 到乘以30之间 当然你要非常精确 最好可以去健身房 用他们的专业仪器来测试 如果长时间 一天热量低于基础代谢率 会导致身体代谢劲的下降 情绪不稳定 累累的 压力又会很大 会更想要爆吃 然后腹胖 理事这边分享一个小撇步 一周有七天也就是21餐 其实也可以选择安排一到两餐 吃自己非常喜欢的食物 比如寿司啊火锅啊 专饭啊烩饭啊 当然最好不要炸的啦 稍微适当的小确幸放松一下 但是一样 切记适量 并且保持规律的训练 有适当的输压 身心健康了之后 才能长长久久 养成自己的良好习惯 但是各位赛前千万不要这么做 因为赛前要高满满 才有小可以抓吧 对不对 好了 以上满满的分享给各位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么 切记 这部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呢 追踪我的IG 以及FB 上面会提供更多 五四三哦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我们 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